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如果大家今早在港島南區的學者看出去 可以看到天氣相當好 開始看到一些陽光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分佈都相當平均 大約在27度左右 如果我們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華南漁岸地區雖然說是有些雲層覆蓋著 不過這些雲層相對來說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我們預計今日也會見一些陽光 不過稍為遠一點 在台灣南邊有個相當大的天氣系統 這個就是熱帶風暴蓮花 我們預計蓮花將會採取一個偏北的方向移動 大致是移到台灣的南部 如果大家需要去台灣旅遊或者公幹的話 要特別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 不過如果看一些高空的風場預測 其實這一兩天 蓮花附近的一些引渡氣流是相對比較弱 所以蓮花的移動路徑仍然都是存在變數的 大家要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有關天氣訊息 除了蓮花之外 在稍為遠一點的西北太平洋上面 有另外一個熱帶氣旋 這個就是強烈熱帶風暴燦雄 預計燦雄將會採取一個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橫過西北太平洋 說回本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今天將會在部分時間有陽光 也有煙霞 稍後局部地區會有著雨 今天最高的氣溫大約有32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這個和緩的偏北風 而接下來的一兩天 華南沿岸地區仍然都會吹著一些比較微弱的偏北氣流 由內陸就會帶來一些比較熱和乾燥的氣團 所以接下來的一兩天 我們預計天氣情況會是天氣嚴熱 最高氣溫會有32度 不過也會有煙霞 局部地區也會有著雨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